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说呢 虽然拿到流量是一件好事 但也希望不要起到反作用吧 该局当中的女主角梅林是一个杀手 她小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父母惨死反派手中 后面就被训练成一个杀手 八年折服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亲手为自己的家人报仇 但是她万没想到 原来宠备这么久的自己 只不过是男主手中的一颗棋子 那么男主到底是一个多么腹黑的角色呢 她的人设可有点意思 本来她是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白月光的 甚至在很多行为上会虐到女主角 她虽然城府极深 但是有疾病在身 心理上可能不是那么健康 她跟女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 可能会是剧中的一大看点 先前女主只是她手里的一个棋子 但是她万万都没有想到 有一天自己会喜欢上女主 慧情不自禁 就连她自己也是不敢相信 总之在剧中这两个人的情感故事都非常虐心 而且她们两个人是一个比一个破碎感强 刘学一搭档吴景颜 这一波流量可以说是被优酷给锁定了 刘学一简直就是我心中的美男子标准 她的古偶剧的造型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一直都很在线 剧中她手指棋子 没想到自己已经成为其中人 一身白衣超级帅气 女主吴景颜仍然保留了自己身上的那种破碎感 而且她的目光炯炯有神 好像在质问对方 这一幕应该是剧中的经典一幕吧 春花燕马上就要播出了 男女主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人 这一次一定要追剧到底呀 其实现在的古装剧挺关暗的 大部分情节平淡的都不能够抓住观众的眼球 能不能够抓住观众的眼球 还要看剧中剧情是否有极大的波动 够不够狗血 节奏是否够快 男女主的CP感是否够强 至少要满足其中的一个 如果都没有 那可能就要铺接 到时候买100个热搜都没用 这部戏我还是挺看好的 希望能再出一步爆款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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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